橫琴越澳深度合作区建設總體方案明確指出 加強對周邊海島旅遊資源的開發利用 推動越港澳遊艇自由行 目前澳珠琴三地旅遊部門 已通過聯席會議確認 將會以海島遊作為三地旅遊合作的新設入點 開展推動三地旅遊政府部門及旅遊業界 上島考察聯合知名旅遊平台 串聯周邊海島旅遊產品 推廣澳珠琴一站式旅遊產品 又計劃明年第一季推出支持措施 進一步鼓勵各類文女產業市場主體 積極參與深合區開發建設 此外 深合區經濟發展局計劃 聯合澳門特區相關政府部門 以及社團協會等機構 引進澳門標誌性大型活動 聯合推動琴澳文女產業發展 吸引旅客赴琴澳旅遊 中國澳門國際高質量消費博覽會 K橫琴世界灣區論壇 將於年底在橫琴和澳門 以一會展兩地的模式舉辦 符合條件的展會工作人員 專業參展人員 受邀人士 以及持有會展票務證明的參會人員 可以向戶籍地或常居地的公安機關 出入境管理部門辦理簽註申請 在澳門的外籍人士就可以向外交部 駐澳公署申請多次商貿簽証 在澳琴舉辦會展活動期間 多次往返兩地為參加一會 展兩地模式展會的人士 提供了更大便利 往來澳琴參展行程有更大靈活度 深合區經濟發展局預計明年會有6至8個會展 將會採用一會展兩地模式舉辦 深合區經濟發展局正在加緊編制推動 民旅會展產業高質量發展三年行動計劃 及若干措施等多項政策規劃 從啟動民旅消費市場 支持琴奧協調發展 培育民旅新業態 升級旅遊配套 及策略民旅品牌5個方面 提出具體的支持措施 進一步鼓勵各類民旅產業市場主體積極參與 深合區開發建設 系列政策計劃將會在明年首季推出 字幕提供